明述记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进入我赐给你们居住之地的时候 如果要从牛群或羊群 拿牛羊做伙计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凡计或是其他的计 为要还特许的愿 或是做甘心的计 或是在你们的节旗献上的 都要献给耶和华作为新香的计 那献贡物的 要把一公斤细面和一公斤油调和做素计 献给耶和华 此外 无论是凡计或是别的计 为每只绵羊羔 你要一同献上一公升做电计的酒 或是为每只供绵羊 你要一同献上两公斤细面 用一公升拌油 调和做素计 你也要用一公升拌酒 做电计 献给耶和华做新香的计 你若是预备公牛犊做繁计 或是别的计 为要还特许的愿 或是做平安计献给耶和华 就要把三公斤细面 用两公升油调和做素计 和公牛犊一同献上 也要用两公升酒做电计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伙计 献一头公牛或一只公绵羊 或一只绵羊羔 或一只山羊羔 都要这样办理 照着你们预备的树木 每只都要这样办理 本地人献新香的伙计 给耶和华 都要这样办理 如果有外人与你们同住 或有人世世代代 住在你们中间的 要献新香的伙计 给耶和华 你们怎样办理 他也要怎样办理 至于权重 无论是你们 或是与你们同住的外人 都一样的归例 做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归例 在耶和华面前 你们怎样寄居的人 也怎样 你们和住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都只有一样的法规 一样的典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到了我领你们进去的那地 吃那地的粮食的时候 就要把举计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用出熟的麦面 做饼 当举计献上 你们献食 好像献上合场的举计一样 你们世世代代 要把出熟的麦面 做举计献给耶和华 如果你们做错了事 没有守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这一切命令 就是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你们的一切事 从耶和华吩咐的那一天起 直到你们的世世代代 如果有无心之师 是会众不知道的 全体会众就要把一头公牛犊 做繁祭 作为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祭 并且照着规章 把宿祭和电祭一同献上 又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祭司要为以色列 全体会众赎罪 他们就闭蒙赦免 因为这是无心之师 他们又因自己的无心之师 把贡物 就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和赎罪祭 一起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全体会众 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就闭蒙赦免 因为全体人民都犯了无心之师 如果一个人误犯了罪 他就要献一只一岁的 母山羊做赎罪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那误犯的人赎罪 因为他犯罪是出于无心 祭司为他赎罪 他就闭蒙赦免 对于犯了无心之师的人 无论是本地人 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都有一样的法力 但那胆大妄为的人 无论是本地人 或是寄居的 若是亵渎了耶和华 那人总要从民间减除 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话 违犯耶和华的命令 那人必被减除 他的罪孽 要归到他身上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 遇见他捡柴的人 就把他带到摩西 亚伦和全体会众那里 他们把他收在尖里 因为要怎样办他 还未明朗 耶和华对摩西说 那人必须处死 全体会众 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 于是全体会众 把他拉出营外 用石头把他打死 正如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叫他们世世代代 在自己衣服的边上 做穗子 又在穗子上 盯上一根蓝色的细带子 这要做你们的穗子 叫你们一看见 就记得耶和华的一切命令 并且遵行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 和野木乱跑 像你们素肠乱跑 行营一样 好使你们记得 并且遵行我的一切命令 又使你们成为圣洁 归给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